接下来我们做的这道菜叫鱼头汤 做这道菜前先把青椒放在火里面烤一下 烤热烤热烤软 这个作用最主要是要把青椒外表的皮把它剥离 外表的皮把它剥离 然后把青椒培开两半 剥开两半 弄干净里面的青椒的纸 弄掉青椒的纸 然后在水里冲洗干净 冲洗干净 放在一旁 另外把鱼头也清洗干净 并把鱼头头上的外表的鳞要把它去干净 清洗完完毕鱼头放在一边 净净净 然后把锅烧热 放适量的油 然后加上 蒜末 蒜末爆炒 再加洋葱 爆炒 然后把清洗干净的青椒切成一小段 放在锅里面炒 然后再把红萝卜片放进去炒 还可再适量加点橄榄油 橄榄油视情况而定 接下来放已经切成小块的番茄 再倒上适量的香菜末 并加入鸡精 当然这里也可以 老外墨西哥有一种是用鱼海鲜做起来的调味品 再倒一点玉米粉 玉米粉 然后再加水 然后再加水 加比较多一点的水 然后再接下去放几片 那个干的月桂树叶 再加一两个青椒 罐头的青椒 最后把鱼头放进去 让它煮 然后煮熟了以后 爆滚煮熟了以后 这样这个鱼头汤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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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